前两天接到一个火说这个风扇灯装到一半发现安装不了 让我过来给他出出办法 哈喽大家好我是黄英川今天要去装了两个风扇灯 上次那个电工自己装装不了的那种 我带了两个底座过来重新把它装一下 这个底架上次那个工头先把它打到天花顶上去 然后就把这个吊顶给他封了 风了之后发现这个风扇装不了 然后今天我就过来改一下 那么他这个底架在里面的已经拿不出来了 我就在他旁边直接开了两个小孔 等一下就打一条楼杆下来 我之前没来的时候就说过要这样打吊杆安装 但是有些网友说这样可能风扇开起来会换 也有网友建议我说在那个广那里开一条孔 然后把线取出来 但是我发现那样子做工难做 而且装出来也不美观 所以我还是采用这种打吊杆的方法给他安装 看一下他装出来到底会不会换 我罗杆打好了之后 先在上面锁两颗螺母 然后再把底架装上去 固定好了之后这个底架是这样子的 下面锁两颗螺母 然后边上也用螺丝 给他固定一下 因为这几个螺丝只是给他固定 不让他摆动 但是他的承重力还是靠那两个吊杆 还有新网友说你为什么不装在龙骨上面 我这样说 这个风扇灯你千万不能装在龙骨上面 因为他每天都在运转的话 有可能整个吊顶都会松垮下来 好现在已经装好了 好我们给他打开试一下 我们开一下灯 开到最大了 看一下他会不会摇晃 我最近也是收到好多条视信说 有吊顶能不能装风扇灯 只要你按我这个方法去装 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看一下这个已经开到最大档的 很稳的 一点都不会摇晃的 我现在装好之后 叶主试了一下 非常的满意 他以为是装不了的了 没想到还能装到效果这么好